近来美国股市暴跌 令人切实的感受到一切乏如梦幻泡影 请老法斯开始 如何通过此次金融危机 唤醒人们不再追求这种梦幻泡影般的财力 让人们懂得人生的幸福 不能建立在这样刹那生命的假象上 下面还有一个副题 什么才是人们生命安全 内心安稳的真实暴障 这个问题也问得好 这个里面涉及到高深的证据 也讲到英国 一报 迷失了自信的人 没有一个不追求财富 财富是不是能追求得到 孔子在年千五百多年前就说过了 如果财富是可以追求得到的 他说我什么样的工作 我都愿意干 只要能追求财富 如果追求不到 那就从我所好 我就用不着就操之中心了 这个话说的是正确的 在香港 诸位都知道 李嘉诚先生 事业做得很成功 发了大财 香港首富 你去跟他学学看 看你能不能成为上个香港首富 你能不能发大财 他做什么生意 你也跟他一样去做 他赚钱 你设本 什么道理 中国古人讲的 不是现在人讲的 现在人不懂 你命里头有财啊 你命里头没有啊 所以 严言于讲的 一生皆是命 半天 不由人 应光大使 一生 推崇 廖凡 四讯 我是 1977年 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 三十年前了 三十年前了 我在九龙 界限街 谈虚老法师办的中华佛教图书馆 我在那里讲了两个月 然后就移到香港 南唐道 光明讲堂 又讲了两个月 那次来讲了四个月 讲了一年 在图书馆 我看到 红画社出版的 佛经 善书 我非常欢喜 红画社是 映光大使 佛经 刘同处 我才晓得 这一位老人 一生呢 他所说的四重的供养 他一分钱没用 他做一桩事情 真的叫一门深处 就是印经布施 就干这一桩事情 给我很大的气势 我以后就学他 这一生呢 专门印经 印经布告别 那么我看他的 这些书里头 从版权页去看 他一生印了三种书 印的最多 数量在百万策之上 在那个时代 这样大的数量 很吓人 这拿三种的 第一个是 辽凡思绪 第二个是 感应篇汇变 第三个是 安思全数 这三种都不是佛经 我那时候常常想 想了好几个星期 这个老法师 是我们净土宗 最近的一代祖师 第三代祖师 他为什么不应付金 弥陀金 无量寿金 官无量寿金 这净土三经 网三论 普贤贤英平 是为陌生 加进去的 大势志 袁同章 就是印光大势架的 这净土五经一论 为什么不大量印这个 去印了番私讯 硬敢硬拼 硬敢思全数 干什么 真的想了几个星期 才想通啊 他为什么 为了旧社会呀 为了满足 社会大众的欲望 什么欲望呢 发财 这三种书 教你怎么发财 辽凡先生 是最好的一个榜样 佛在经教里面 告诉我们 财从哪里来 这是讲的命啊 你命里头有财 这个命里头财 从哪里来 过去身中 修财不识 你这一身东西 来受果报啊 来享福啊 他有阴点 那财不识 每个人不识的多少 不一样啊 像黎嘉诚 那是过去 生生世世财不识 不识的太多了 所以他这一身 果报献钱 是这么个道理啊 那我们过去身中 没有修财不识 怎么能跟他比呢 所以同样做生意 他赚钱 我赚本 不就这么道理吗 不是人人 都有那么大的财富 不可能的事情 投机取巧 赚了一笔钱了 你很欢喜 很快乐 实际上都是命里有的 命里没有的 投机取巧 也赚不到 你去偷人 去抢人家 也抢不到 你能够偷得来的 能够抢得来的 还是你命里有的 你说你冤不冤枉 不偷不抢 他也来 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 去取得 使你命里面的财库 打了折扣了 譬如说 你命里面呢 有一千万的财富 你用不正当的手段 获得的 你能获得多少呢 一千万 打个对折了 你只能获五百万 就觉得我很了不起了 你已经亏折了一半了 如果像这种谋财害命 这样这种不道德的 这种手段的时候 恐怕你命里面 这个财库 要损失百分之救世 你怎么样去得了 你只能得到百分之十 你说你冤不冤枉 为什么干这种傻死 原了凡先生 得到云古禅寺的开示 他明白了 他觉悟到了 原来 这个财富是财布式 的国报 聪明智慧 是发布式的国报 健康长寿 是无威式的国报 他明白这个道理 他就干了 真干了 而且太太也帮助他干 两个人一起干 古报就现前了 他命里面 那个财富聪明智慧 天天增长 年年不一样 他的信心 越来越坚定 他的寿命 没有于云古禅寺之前 这个看相 遇到个孔先生 看得非常之准 说他 他命里头 没有公民 他的地位 直视秀才 没有举人 没有尽私 一生 可以做一个 最高的地位 是做一个 小县的县长 在四川 偏僻的地方 小县的县长 寿命 53岁 命里头没有儿子 以后云古禅寺 告诉他 改造命运的方法 他明白了 改造命运 没有别的 财不实 发不实 无为不实 他真敢 他的命运全改了 官 做到保底的执行 那是个大县 不但是大县 直接归皇帝馆 命里没有公民 他考取了举人 他考取了净死 公民有了 命里没有儿子 生了一个好儿子 现在他们这个后代 还挺兴旺的 跟我有联系 寿命53岁 他活到74岁左右 所以杜慎先生说 明白这个道理 求财有大道啊 不是求不到啊 我在年轻的时候 有很多人给我算过命 我自己是不太相信的 但是很多人 好奇 我不忌讳 我的命很苦啊 凭建 平时 命里头 没有财库 所以物质生活 非常艰苦 建设没有地位 命里头 没有官业 那就是 没有做主观的 主管官的 再小的 村长 他是个长 他有印 所以顶多给人做末了 帮助别人 自己 做不了主观 没有官印 寿命又短 只有45岁 辽凯凯先生 辽凡先生 53岁 比我长命的 我是遇到了佛法 遇到了好老师的指导 张家大师 教我 修材布施 法布施 无意布施 当时我跟他讲啊 我连自己生活都非常困难 我哪里有钱去布施 大师 大师告诉我 一毛钱 有没有 一毛钱 可以 一块钱 有没有 一块钱也勉强 也还行 那就可以了 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 我就真干了 那一毛一块 怎么布施呢 这个寺庙里面 我们常常去 那时候参与 参加他们的法会佛式活动 看到有人放生 在这里捐钱 那我们就捐个一毛两毛 看到有人印金 印金也在这里捐款 我们也捐个五毛 捐个一块 就从这做起啊 确实 越诗 越多 三种布施都干 出家之后 所有的一些供养 修布施啊 没有看到 印光大师的时候 我就是修的 这个布施贫穷 布施医药 医药是 我每一个月 一定送一些钱到医院 做医药费 有贫穷的人 来看病 没有钱买药 拿这个去 一直到现在 我住在澳洲 图文巴小市 这个小市里面 有一个公立的医院 我每一个月捐一万块钱 医药费 也有六年了 年年给他 还有一个基督教的临终关怀中心 他们是私人办的 办得很好 临终的时候 无论你信哪种宗教 他都帮助你 他并不是只有基督教徒 佛教 用佛教的仪式 念佛 他同意 他协助 这个太好了 太难得了 他经费有困难 我也是每一个月 给一万块钱给他 这是固定的 很多年了 布施医药啊 这叫无微布施 国报是健康成熟啊 法布施 跟阴光发自学的 这是我们早年年轻的时候 做梦都不敢想啊 怎么能想布施大藏经呢 现在 我这一生当中 赠送全世界的大藏经 我们目标定在一万套 现在大家已经送掉了七千多套了 将近八千套了 这是没有法子想象的 这大树啊 经论上树小的 那就不计其数啊 所以这个是佛教的我们身材有大道啊 你要想 你要想 才用自在 才不必 攒集许多 不需要 你只要肯布施 真的是 有求必应 心里想做什么 需要多少钱 他就来了 你命里都有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 他一定就赚钱 发布施的聪明智慧 无意不失的健康长寿 是这么来的 佛不骗人啊 我学了五十七年了 讲经到今年 也讲了五十年了 我可以跟 给诸位做证明 一点都不假了 随一身 落此不疲 确确实实 方老师最初把佛法介绍给我 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一句话 我这一生做到了 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 为什么不干 所以 建筑在世界 明文立阳上 全是假的 佛在经教里头 多次告诉我们 才为无家共有 你守不住啊 命你没有守不住啊 这个武家 是在古时候讲的 那个时候 都是封建时代 印度跟中国都不例外 第一个是什么 是官家 你犯了罪了 你被判刑了 抄家 你家业 官府 通通给你没收去了 这是第一个 官家了 第二个呢 水 大水来了 你的家业没掉了 第三个火灾 一把火烧掉了 烧得个尽光 没有了 第四个是盗贼 你被盗贼 抢劫了 最后一个 败家子 落到你儿孙 你像败家子的时候 就把你的家产 败光了 所以佛说 财为无家共有啊 你守不住啊 你守这个 那就大错特错了 财应该怎么办呢 有财尽量不失 越失越多 越多越失 可不要去斩棘 急 你就有限量了 失 没有限量 失财得财 事发得聪明智慧 事无为得健康长寿 你看 这三样东西 都是我们每个人所需求的 你不种阴 那来的果 真正的阴 就真是果报啊 诸位看辽凡思学 看暗思全书 看感应片汇禀 你就完全通达明白了 这三种书做了之后 你再晓得 佛事门中 有求必 一点都不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